所以呢,我们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,做人要大气,做事情要大气,因为很多人就是做事情太不大气,所以才被人家骂,这个人很小气,对不对啊? 有大气就有小气,小气的人连女朋友都交不到啊,对不对啊? 所以,大气是什么呢?实际上就是一个做人做事的风范,态度气质气度,如果你有海纳百川的心胸,心怀日月的气概,这个人从容大方,他就是大气之人,所以台长告诉大家,做人要宽容,别人讲你一句,不要斤斤计较, 别人说一个句话,好像你感觉他在讲我嘛,很小气的人马上不开心了,你这个人,怎么这么,有的人在社会上很小气啊,就不开心了,实际上他又没有说你了,对不对啊? 你完全可以笑嘻嘻嘻嘻嘻嘻嘻的,所以呢,不斤斤计较,实际上大气的人就是良好的修为的表现,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上说,君子要忍人所不能忍,就是说,我今天要忍耐,人都不能忍的事情,我也要忍耐,对不对? 君子要忍耐,君子要忍耐,人家说,不行啊,我一定要跟他打官司,你一定要忍耐,因为一打官司,你的钱全部到律师那儿去了,就是你赚来的,说不定也被律师拿去了,对不对? 也不一定可以打胜,所以,处人所不能处,就是和人相处,这个人很难交朋友的,你也要学会笑嘻嘻嘻的跟他交朋友,对不对? 学会沟通,珍惜原本,以诚相待,庸人就是欢容别人心怀,就是让别人懂得了解你自己,唐太宗当年的李世民, 他就有这种大气的风度,所以,我们学博人,不能因为一点小事,来伤害自己,我们人的一生,因为碰到的事情太多了,眼睛闭起来,也是烦恼,眼睛睁开,就是烦恼,突如其来的打击,再加上死掉未及的挫折,从天而降的灾难, 唾手可得的利益,随时都会发生,有一些人,一碰到坏事,马上就愁眉苦脸,一看到好事,马上就笑嘻嘻的,这种人成不了大气, 所以在谈判的时候,做生意也好,对方一想到我有钱赚,马上,哎呀,对你好得不得了,一看这个生意,钱赚不到多少,他就脸就这样,这种人,你不能跟他做大事情, 所以学博就是要做人,我们要懂得严格,懂得要吃点亏,要学会委屈自己,不要在别人面前耗面子,因为当你在别人面前耗面子,回到家,你一定会后悔, 想一想,今天的烦恼在三个月之后,半年之后,一年之后,还会有吗?没有了,所以要永远要想到,什么事情,不管什么事情发生,首先要想到,他很快的就会结束, 你会将坏事转变成好事,这就是学博做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